集成货船打掉美机 胡塞武装这次的战国打得实在是漂亮 狠狠地扇了美国一巴掌 之前我还以为胡塞武装再怎么强硬 总归是小打小闹 没想到这是刚过完年 胡塞武装就给我们送了个大惊喜 相关媒体报道 目前胡塞武装发布的声明里面表示 在其短短24小时内 不仅击中一艘英国货轮和两艘美国货船 稍带手还击落了一架美军的MQ-9死神无人侦察机 其中英国货轮更是完全沉没 需要知道的是 这是本轮八亿冲突以来 胡塞武装首次击沉船只 之前胡塞武装虽然坚持袭击美国英国以色列的船只 但是由于设备落后 还有一定的顾虑的原因 船只大多只是受损 离击沉还差点距离 但是现在击沉了英国货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不仅展现出胡塞武装现阶段的决心 更是狠狠的打了美国一巴掌 毫不夸张的说 胡塞武装这24小时内取得的战果 可以说是自八亿冲突以来 胡塞取得的最大战果 当然了 这一切的前提是 胡塞武装真的是击沉船只 也打下了五人机 而且美国方面也得承认这样的战果 不然按照美国的性子 还真不好说 那话又说回来 胡塞武装取得如此战果 对八亿冲突的走向 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在这儿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 现在的美国差不多 已经算是重判亲离了 你看欧盟那边 已经自行组队进行 红海护航运动了 不过我觉得 这也不能怪 欧盟不厚挡 跟着美国混在英国 现在自家的船只 都被以前看不上眼的 胡塞武装击沉了 那你说要换了其他国家 下场估计比英国还惨 胡塞武装这次的战果 打的确实是漂亮 那么虽说美国这段时间 在中东被删的巴掌够多了 但是胡塞武装这一次 一直愣和之前被伊朗打脸 还是有区别的 就算是倒推个五年 美国也没这么憋屈过吧 不过从这个角度来说 美国确实是有点衰弱了 很多人还不相信 那你说美国这段时间 为什么在中东这么憋屈呢 还不是美国自己束手束脚 生怕再在中东跌一跤吗 美国已经拿自己的脸 给帝国坟场的威名 加了一层光环 就现在美国这个下场 估计还得捧住一个新的帝国坟场 你要说是美国军事实力退步 那不太准确 虽然装备上有点青黄不洁 但是美国现在的军事能力 硬算起来的话 那比之前还是要有提升的 但现在可不是光靠拳头 就能当老大的时代 以前美国热衷于制造地缘冲突 但现在美国已经扛不住 这样的地缘冲突折磨了 或者说正是美国亲手制造的 所有地缘冲突 把自己的实力大大削弱 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 扯下了美国的折袖部 阿富汗战争的失败 更是让美军颜面扫地 现在说美国陷入了恶性巡困 我说一点都不为过 现在的美国就是处于一种 拆通墙补锡墙的尴尬局面 之前制造的地缘冲突还没解决 由这个那个引起的新一轮地缘冲突 又马上落了眼前 逼得美军是疲于奔命 航母超负荷运转 国会为了援助资金这事又大吵大闹 但这些说到底都是美国自找 说句不好听的 美国还得感谢胡在武装 要不是这么一打 美国还在继续装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